如果我能立場的話 我最近做了二十幾年 之前的部長 為什麼 都沒有說過你 這種話 別人做就沒關係 結果他回我一次 因為他被放棘丁 所以他要定下棘 服務台前坐滿民眾耐心的等待叫號 窗口內的服務人員各自忙著各自的工作 這裡是新竹監理所苗栗監理站 看似平常的公家單位 卻招人指控有主管二億霸凌生長員工 因為我在服務我領導信心上的總策 這個方面會比較簡單 工作上遇到問題呢 同樣都會幫到我 雅蓉小姐說 她在這裡服務近二十年 工作上從沒被主管執政工作有問題 但自從三年前 新主管上任後 就開始處處找到針對 直到這個部長 他部長來當後便 收集我辦錯的日子 身體缺陷被拿來嘲笑 工作還遭到針對 更誇張的是某部分同事為了討好主管 緊跟著一起霸凌他 有些同事就會直接罵他智障啊 白癡啊 腦袋有問題啊 等等這些羞辱性的言語 有些比較過分的同事 還會說什麼 你有身臟什麼車 你小孩也是會是腦袋有問題的啊 那他在整個被霸凌的過程中 我們都 就是我都有親眼聽見看見 但是因為 愛與 愛與大家都想保留這份工作啊 大家都 不敢講話 因為部長在頭 因為部長中也在上 不是剛好大家對我 也可能是看到 只會跟我這樣去一樣 真的很 我真的我心裡交死了 而L小姐站的直缺 是身心障礙起庫人員 正常來說 不是要受到保護與幫助的嗎 不懂為什麼會遭到霸凌 L小姐說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求助的舉動 觸怒了主管 去年底工作態度就被評委帶改進 之後直接不去聘 結束了監力戰的工作 其實從109年開始 就對那位同仁來進行輔導改善 而且都有相關的一個紀錄 經過年中的一個平和呢 還是被列為帶改進 監力戰在110年的10月8號 也有召開一個監討會議 在那個會議中也有針對職務 異動調整來做討論 但是投訴人的一個工作的情況 並沒有很明顯的改善 錯誤率還是很高 那恐怕會造成民眾權益的損失 而且影響我們的一個機關形象 對於指控雙方各執一詞 到底真相如何可能還需要理清 但如果真有此事 勞工局說可能已經觸罰了 如果說違反JF法第五條的部分 第一項部分的話 事實上在我們JF法是有財罰的 他財罰的金額呢 大概是從30萬到150萬 我都會建議勞工朋友 他可以先從公司另一年來給他的烤雞 回過頭來去檢視自己 有沒有是不是有像公司說的一樣 這麼的工作不能勝任 到底能不能勝任工作 早已不是重點 L小姐會跳出來爆料 也只是想替身臟朋友爭口氣 我今天是求是 這個偌大的公家機關 居然對身臟人士如此不友善 我只是想投得公道 希望日後 不要再有任何身臟朋友 受到如此感應 土八中心新竹報導 好 好